一星期一本书 人生匆匆不过百年 再远的路 三晃两晃就走完 再难的事 转眼就成了云烟 随着时间流转就会发现 不论怎样都有遗憾 因此 让自己活得舒服 比什么都重要 正如张小贤所言 你不过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过自己喜欢过的生活 若有人因为你喜欢做的事 而觉得恶心和取笑你 那是他们的事 人这一辈子 与其费力去讨好别人 不如取悦自己 让自己开心 就是最好的活法 一 不必讨好所有人 这个世界上 有一种人活得最累 总是无条件地满足 别人的所有要求 从不拒绝 做事之前 常常思前想后 由先去考虑别人的想法 因为害怕与人起冲突 所以从来不表达 自己真实的感受 这样的人 在心理学上称之为 讨好型人格 他们为人处事的原则 只有一条 那就是牺牲自己 成全别人 为了活成别人喜欢的样子 而渐渐地忘了爱自己 就像习慕容说的那句话 在一回手间 才忽然发现 原来 我一生的种种努力 不过只为了要是 周遭的人 都对我满意而已 为了要博得他人的称许 与微笑 我战战兢兢地 将自己套入所有的模式 所有的桎 走到中途 才忽然发现 我只剩下一副模糊的面目 和一条不能回头的路 可事实却是 越讨好 就越容易不被珍惜 时间久了 别人会认为 你所做的一切 都是理所当然 你做得好 他们心安理得 你做得不好 他们怨声载道 不禁想起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 青春里的郑薇 大学四年 一心一意爱着 那个敏感又自尊的成孝正 他走到哪里 郑薇就跟着到哪里 可是 疯狂的付出 并没有换来真心一对 反而等来的 却是陈孝正的 随意践踏 所以说 与其讨好别人 不如取悦自己 毕书敏就说过 我们的生命 不是为了讨好 别人喜欢而存在的 别再因为他人的一句 不喜欢 就贬低自己的存在 也不要为了 照顾他人的感受 就随意对待自己 更不要太在意 他人的看法 为自己而活 才是最正确的人生 不管相遇还是别离 不讨好 不将就 日子才能更加绚烂 世间有多少人 都是活在别人的期待 和眼光中 得不到赞许 便郁郁寡欢 得不到认可 就贬低自己 于是为了迎合别人 不断地委屈自己 迁就对方 渐渐地 迷失了本心 也放弃了尊严 相反 真正聪明的人 都能够遵守内心 不畏其意 坚持自己 所以才能在 岁月的角落里 向上生长 就像前段时间 因为一句话 上了惹搜的蔡依林 她在自己 40岁的演唱会上 说了一句 40岁 真的feel damn good 这种释然的心态 让世人看到 蔡依林 已经建立了一套 松弛自洽的内心秩序 她不再因为 网上无端地诋毁 而努力到伤痕累累 也不再为了 一个完美的形象 而压抑所有情绪 曾经那个 只知一味 讨好别人的女孩 终于学会 可以放慢脚步 好好爱自己 由此可见 越急者才能越人 正如女神 向奈儿说的一句话 我从不是一个女英雄 但是我选择了 我想成为的样子 而我现在 正如自己所愿 余生 请学会 哄自己开心 只有抖落昨日的疲惫 与无奈 抚去昨日的伤痛和泪水 才能去迎接 明天崭新的朝阳 成就更好的明天 三 让自己开心 是最好的活法 这个世上 真正聪明的人 都在取悦自己 只有傻子 再谈好别人 因为不论友情 还是爱情 都不是为了取悦彼此 才相遇 而是和他在一起 彼此都会喜悦 正如马家辉 在《原初派》中 分享的经历 他是一名小说家 在家写稿的时候 容不得分心 所以经常和妻子 分须生活 对此 妻子并无埋怨 在自己独处时 他每天都将生活 安排得丰富多彩 甚至还能 时不时为马家辉 提供灵感 于是他感叹道 我在经济上养活太太 太太用精神 滋养着我 不论是马家辉 还是妻子 都是选择 先让自己舒服的人 也正因为 让自己舒服了 才有能力和精力 让周围人快乐 所以 学着让自己开心吧 像照顾别人一样 去照顾自己的情绪 像关注别人那样 倾听自己的声音 像讨好别人那样 尊重自己的想法 那时就会发现 人生原来如此明朗 而爱更是简单 生活不是 徐隐清风而怒放 而是 无论清风来与不来 我为我自己盛开 如此 才是最好的人生姿态 愿往后余生 你能够学会取悦自己 天天开心 事事如意 好了 那今天和大家 共同分享的文章 就到这里了 感谢你们的守候 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文章 欢迎在文章的底部 给我们点个赞看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咯 祝大家晚安 好梦 好梦 请不吝点赞 订阅